衣服一掀開 整個肚皮紅腫一片 仔細看上頭還有一顆顆祕密媽媽的紅疹 伴隨搔癢 讓年僅兩歲的小朋友好難受 媽媽看一下妳身體有沒有 整治 對不對 好 再過了四天 身體紅疹狀況漸漸好轉 但嘴巴一打開 草莓蛇症狀還在持續 一顆顆粒粒分明 媽媽看了很心疼 摸起來就是一顆一顆的那種 有點像我們皮膚有點不好的那種感覺 但他一天下來都超過10次 然後我怕他擦藥 第一次碰到這樣的狀況 朱小姐很擔心 她說孩子是在13號時開始發燒 快篩癢 身體也出現紅疹 會癢 也會腫 14號PCR確診 16號出現草莓蛇 也持續發燒 期間也帶孩子到診所就醫 把狀況PO上網後 發現有不少網友響應 家中孩子確診後 也出現紅疹狀況 甚至全身都癢 也有大人 以及孕婦分享長紅疹照片 直呼視病毒疹 比較常見的就像一些病毒疹 那就像小朋友有時候他會在全身 會出現一些秘密麻麻 還有小的細的這個小紅疹 那不過大部分來講是不痛不癢 那有的會甚至融合起來 甚至有的會類似像一個 懸麻疹的風疹塊的一個表現出現 四肢 甚至腳趾頭 有的還甚至像瘀青一樣的情況 醫師說明 新冠肺炎出現紅疹案例 不管大人小孩都曾發生 病程約為一到三天消退 也可能是退燒後才出現 但一般病毒疹大多不會癢 草莓疹則是其他病毒也有類似狀況 家長一旦發現出現紅疹 不用立刻送急疹 可給抗組織胺藥物擦拭 但要是合併出現 尿易減少 血氧下降 或是呼吸喘等 就得立刻就醫 隨時提高警覺 TVBS新聞小蔣張惠仙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